作詞・作曲 李宗盛 贼老师 我已经连续跳了一个钟头了 能不能稍微歇一下 完全不行 得跳到我满意才行 继续练 我就不幸累不死你 所以谢伯您说 我这招治这个崔玲珑还不错吧 所以呢 其实我看得很清楚 就是全家从上到下 就您算是最好心眼的了 所以这件事情 我跟别人都没有说过 钱先生 您说这话 我是从左耳进右耳出 就当是没听见一样 钱先生 在这样的家里待久了 您就要 有些话听见了 要当做没听见 有些事看见了 就当没看见一样 所以嘛 您有什么话就说好了 我呢 就当是没听见 其实啊 我没有听得太懂 怎么办 你干什么呀 你干什么呀 钱小岁 我告诉你啊 别得我在这儿装死 就算装死呢 你好歹也要去学些表演 我去喝水 一会儿我要回来 你要排中的话 今天晚上让你跳成心 钱先生 该你走怎的 谢伯啊 谢伯啊 好想听到小岁在叫我啊 不会吧 小岁不是在练跳舞啊 我看我还是去看一下好了 不好意思啊 小岁 谢伯 谢伯 好 赶快 这个救护车 快点快点快点 好好好 白总 您签个字吧 来 这里 好 白叔 白叔 情况怎么样 今天一开盘 骑士就开始狙击 咱们下属几家企业的股票 看来他们要动真的了 那咱们能坚持多久呢 现在我们的资金链有缺口 齐大马恐怕看到了这一点 如果硬撑 恐怕只能坚持一个月 不过这段时间 我们肯定能拉倒资金 到那个时候 就该是文士烦气了 我凭什么要道歉 我又没错 小岁身体本来就不太好 不能再这么折腾下去了 再说 我觉得你真的是故意的 你有本事的话呢 把那个火发在我身上 别发他身上 怎么样 他自己身体不好 这能怪谁啊 再说了 是他自己坚持要练的 怪不得我 我告诉你要前大年 你不要以为 有向天跟老太太护着你 你们的尾巴就翘上天了 我要是你 知道前小岁有这一病 我就带他回去了 省得耽误向天 这一辈子的幸福 我 我哦 我教你 我希望你 你 我 你 你 我 这预厉害 我 你 你 我不 我 大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不理解天下当母亲的这苦心呢 没有一个不希望自己的儿子 娶一个健健康康的媳妇 你现在正是在热恋中 你看不清楚 当你有一天看清楚了 就什么全晚了 因为你苦过吃 我喜欢小岁 就算他病得再重 我也不会放弃 更何况只是一个哮喘而已 妈 您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狠心啊 什么哮喘哪 说得轻巧 赵大夫都说了 他这病一辈子都治不好 小岁总有一天 会拖累你一辈子的 到时候你再清醒 那就晚了 好好想想吧你 救命啊 救命啊 我跟你说啊 虽然我们前家没有你们家有钱 但是我们骨头肯定比你们硬 听着 以后你再敢惹小岁 我前大年 见你一次整你一次 行不行 救命啊 救命啊 让你尝尝当时小岁没人理的滋味 夫人 是男人 是谁在放这个呢 我不知道 把他从这个家赶走 你为什么放这首曲子 这首曲子在我们家是不能放的 这是规矩 你们家那么多规矩 我怎么知道你们家规矩 规定什么歌能放 什么歌不能放 来来来 问向天 我告诉你啊 我妹的就是我的命 她今天变成这个样子 全都怪那个崔玲珑 你看 在你自己家里 你也管不了什么事情 好 你管不了 我帮你管可以吗 我也可以告诉你 不能让我们家小岁 受这个委屈 我就是要放 我就是要放 那个怎么样 钱大年 你知道这首曲子 对我妈有多大的意义吗 我也不能让我妈受委屈 安玉 哥 你没事吧 没事 走 跟哥回家去 小岁 安玉 为了你 我什么委屈都能忍受 但是你们不能欺负我哥 我问你 钱小岁的病这么严重 你怎么不告诉我 告诉你又能怎么样 难道就会因为这个 我们就分开 你以为 你要是早告诉我 他连这个家门都进不来 你在超市的时候 是不是被钱大年洗脑了 小岁的病 是不是钱大年让你不告诉我的 你也不好好想想 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背景 他巴不得和咱们文家攀上关系 这钱大年 这当哥哥的可太有心机了 妈 您知道钱大年为什么那么在乎小岁吗 还不是想用他妹妹沾咱们文家的光啊 您错了 小岁不是钱大年的亲妹妹 小岁是捡回来的孩子 那天前大年把他捡回来的时候 下了大雪 小岁全身都堵透了 他的哭喘病也是这样落下来的 如果换成是咱们家 一切都可以用钱解决 钱大年没钱 可是他却救了一条命 这种感情 您能理解吗 妈 这么长时间 小岁从来没有向任何人去抱怨 他把所有的委屈都自己承担 他一直讨您欢心 您不会看不出 去吧 拿下来 去吧 来 拿下来 去吧 我还想聊 我拿下来 我拿下来 你 nosotros 帮你 我拿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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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那边 这边 你 我 我看看 你 我跟我 你们 我 我 我 吃 是不是 老婆 来来来 多吃点菜啊 来来 吃点菜 你吃第三碗了 你别撑着 给我撑不着啊 可今天高兴 咱们钱家终于在他们面前 把腰给挺直了 你说是不是 我听这话怎么那么不舒服啊 那你文家的敌人一等啊 那是我给他们面子 省得他们认为咱们钱家的人 整天跟着他们后面 跑来跑去像什么呀 而且啊 那个崔玲珑 放出来的时候那个脸 像什么样子 看了我连句话都不敢吭一声 夹着个尾巴就往外跑 你不信 你问小碎 不过 哥 你这招也太狠了 一句话不说就不辞而别 阿姨会不会被骂 被骂 骂得好 告诉你 咱们小碎不玩了 不伺候了 爱谁谁 咱们不回那个家可以吧 那我怎么回家 你不是说不回去了吗 怎么了 你还练上了 那我刚愿怎么办呀 那如果他有心的话 他拿个轿子把那给抬回去啊 到那个时候咱们再跟他谈个条件 然后到时候可以要小碎回去 没问题 就是一 不倒什么茶 二 不转什么圈 不跳什么舞 听到没有 我是秦大年 万一人家文家不来街怎么办 万一郑住人家文家下怀 巴不得你走呢 爱回来不回来怎么办 把他送回去呗 哥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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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回来真回来啊 去 来来来来 是 待会儿稳定点 拿点劲 知道没有 来 来来来 坐坐坐 老板 你吃饭了吗 我去帮你生白面 停停停 看不到吗 最后的面条都被我盛光了 没得吃了 怎么能说咱们文总一来 就要吃东西啊 是不是 对不起啊 文总 我们家没什么大厨子 帮你做饭 委屈点 大年 不要理他 脑子有病 老板 我想单独跟小碎谈谈 有什么好谈的 大年 我有话跟你说 我有事想跟你商量 走走走 回屋说 走 走 我 去帮你吃完面 好 来 我 去帮你吃完面 你别烧死了啊 马上就好了 你妈妈怎么样 你妈妈怎么样 给你吃完面 我就陪你回去跟她道歉吧 我哥 你不要怪他 他也是为了我好 不想看到我受欺负吗 其实我哥也挺不容易的 我哥也挺不容易的 其实我哥也挺不容易的 这段时间在你们家 都没有时间跟她好好聊聊天 每天不是练这个 就是练那个 我哥这个人你又不须不知道 我心里又藏不住事 还得在我面前装出一副 很高兴的样子 所以我看到就特别难受 安宇 你不要多心 我回超市 就是想住两天 好好陪陪跟我嫂子 结果回来以后才觉得 真舒服 你也要不要回来这样一点 咱们结婚了 小翠 我要马上娶你 小翠 老婆 你干嘛呀 什么事啊你 我记得你说过吗 你最快乐的时候 就是趴在我的肩膀上 被我吃冰棍的时候 那你知道 我最快乐的时候吗 就是这样 就像这样 轻轻地抱着你 替你叙叙叨叨的 说个没完 这就是我最快乐的时候 我想这样一辈子 傻瓜 总有一天 你会嫌我烦淡 嫌我唠叨 骂我是唠叨婆 那你就骂我是个老顽顾 老顽顾要守着唠叨婆一辈子 听一辈子的唠叨 那你妈妈怎么办 她可不可以那么快答应她 你妈妈怎么办 她可不可以那么快答应她 今天我们就少一天我们就少一天的幸福 小碎 嫁给我好吗 你回来你 来来来来 这个回事我们娘家答应了 答应了 恭喜恭喜恭喜 哥 哥 你干嘛偷听我们说话 我们哪有偷听啊 没有偷听啊 刚好经过而已啊 这样这样 我们这个超市呢 送给你们当嫁妆 以后啊 文总 您当老板 我帮您打工 好吗 老板 你 挑个好日子 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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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姨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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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现在看到了吧 看到钱家的嘴脸了吧 把您气成这样 连道歉都不说 他们就拍拍屁股一走了之了 谈不上什么道歉 要说道歉 应该是我们文家 您说什么呢 我们凭什么道歉呀 小碎晕倒的时候 你没有立即找人救她对不对 之前找小碎很多麻烦 我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可那是一条人命 我们文家再怎么看不惯一个人 也不能拿命开玩笑 玲瓏啊 我看你该走了 姨妈 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我是您找来的 帮您干了这么多事 您现在羡慕啥驴啊 我是要你改造小碎 也没有让你去折磨他呀 您什么意思啊 您应该清楚 之前我跟你说了多少次 要你容忍容忍 可您呢 好 姨妈 我也跟您说实话吧 从我第一次见到钱的小碎 我就不喜欢他 我就不喜欢他 我哪会喜欢他 他跟向天配啊 他一百万个配不上 您想要把小市民改造成贵族 做梦吧 玲瓏 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你去吧 好 您叫我出去是吧 我这走出去 我又再也不回来了 有人让我去非洲当贵族呢 我 您知道为什么中国没有贵族了吧 就算有贵族 他血统也不纯 向天要是娶了那小市民啊 他的后代就是小市民 他的后代的后代的后代 他也是小市民 我走了 吴老公 好了 好了 是人家文向天娶小碎 又不是娶你 你干嘛呀你 你都激动一下午了 别哭了别哭了 我哪有哭 我当然没哭 我这是哭吗开玩笑 不是老婆 我是一直在想 这刚开始的时候呢 一直认为文家是不会接受小碎这个病的 后来才发现这个文向天原来是个爷们 你看到没有 所以跟他比起来 真觉得好像这十几二十年没有给小碎一个好的生活 行了 老公 人家精心了 真的 你尽了你的本分 你想想 人家小的口线也多好 安安安安的 再给你年半载的 小碎的生个小朋友 陈大年 我告诉你啊 你得加把劲 我们不能大小碎后吗 招 招什么急啊 你装什么糊涂啊你 你想想 以后 小碎生了个小 小朋友 那有我们的孩子就得管小碎的儿子叫表哥了 那背负就乱了嘛 对不对 叶子 不如这样吧 咱们别生 你觉得呢 少废话啊你 我告诉你啊 从今开始 那 药给你煮上了 给我继续喝药 蔡小碎 结婚以前 必须要给我一个结果 那首曲子到底有什么秘密啊 为什么你妈妈那么怕听到 你想知道 嗯 当年我爸 弟弟他爸 还有一个叫齐大麻的人 组成了一家公司 他们一起创业打拼 这就是文士集团的雏形 后来他们的创业进入最低谷的时候 那个齐大马背叛了我爸 还把公司里的一批老人拉走 那个时候我爸心情特别的不好 一回到家就跟我妈吵架 可是我妈一直忍着 默默地支持她 直到公司的情况有了好转 没想到 没想到 阿姨年轻的时候 有这么不容易 其实 其实我觉得 你和我妈在性格上 也有很多相像的地方 你们都会为了爱的人忍耐 把哭闹自己扛着 你还没告诉我 那首曲子是怎么回事呢 你还没告诉我 那首曲子是巴赫的F小调钢琴协奏曲 是我妈妈最喜欢听的 后来公司业务虽然得到好转 可是就在那个时候 我妈得了忧郁症 我爸非常地后悔 于是她偷偷练习这首曲子 要把它换成唱片放给我妈听 我妈听到后就哭了 后来我妈才告诉我 其实那一天 她正准备带着我 离开这个家 离开我爸 正因为那首曲子 才让她决定留下来 所以 这首曲子是你爸爸妈妈 爱情的见证 我爸去世以后 我妈就再也没听过这首曲子 我妈妈是这样 我妈妈chik啦 我妈妈妈妈妈的 是 谢伯您坐 不坐了 我站着就行 谢伯您坐吧 回到家就没有那么多规矩 家 你还真把这儿当家了 那我就说嘛 没这么简单 你想一想 闻老夫人肯定不同意阿玉在这儿的 我看啊 她是想把阿玉带回去的 那小碎的婚事不是要泡汤了 不过 我们作为娘家人 是不是应该表个态啊 你是不是考虑回去看一眼 我妈一天不同意我和小碎 我就不回去 你 谢总 钱先生 谢总 我知道我在闻家的时候呢 你也特别照顾 所以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呢 跟您说上几句 我想代表娘家来表个态 也请你转告一下老夫人 就是 闻总她暂时是不会回家去了 因为闻总和小碎在家里都过得不是很快乐 怎么不快乐了 闻家规矩其实挺多的 你看 连吃个饭都有七夕四十九个规矩 一吃吃三个小时 你看我们家 撑死半个小时还可以再撑 闻总 咱们昨天中午吃的那碗炸酱面 你说吃得痛不痛快 所以闻总他不想回家 我们认为老夫人也应该尊重一下他的意见 钱先生的意思我明白了 那我就不强求闻先生回去了 这么快就答应了 你这个 谢总啊 不好意思 我老公的脑子有病 你看他 我没病 你腻腻特别爆 性质又直 我没病 你叫我表态又说我有病 见面要担胆 他快走 你快走啊你 我 好好聊 你没病啊你 走 快走 对不起 谢伯 您没完成任务 回家 我妈又得啰嗦您了 其实我今天啊 就没打算能把你劝回去 我个人支持你跟钱小姐在一起 我希望你能过一波 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我相信老先生在世 也一定会同意你这样做的 真的 真的 好了 我走了 回去的路上我还给琢磨琢磨 怎么向夫人交代呢 您保重 您也保重 再见 进去吧 进去吧 老婆是你叫我表态的 你要我怎么样呢 我这脑子不是真不好使啊你 那我的意思就是 我们俩一个张红脸一个张白脸 这样文家不就很狐狸吗 其实本来我是继续想讲下去的 但是你叫我停我就 其实这样也对嘛 给这个文先生一个面子 但是你看 最后这个谢总 不是还被我说服走了吗 对不对 你怎么这样 老公 老公 干啥 老公 账本 你想干嘛 老公 你知道吗 我跟你在一起这么多年 我说的没有觉得 你今天是那么像爷们 我也没见过你这样啊 你怎么办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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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和老板娘好奇怪啊 怎么都不出来吃饭啊 别管他们 他们哪个不神神灵灵啊 你笑什么 阿玉啊 吃完没有 吃完的话过来一会儿 跟你说点事 来 快快快 快点 我去了 我去了啊 快点啊 听见没有 知道了 知道了 快去 小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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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快了呀 来 这一个个都怎么了 那个阿玉都向小岁求婚 你就不像俺说点啥 我烧点烧茶的水呢 那 俺帮你 他们俩有问题啊 不是 怎么着呀 看人老K跟翠翠好了 你吃醋了 何 何止吃醋啊 这傢伙 千千念叨 来 来 桃桃 吃 吃 收拾吧 我没吃完呢 你知道吗 阿玉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一件事情 就是 做男人真好 你知道男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是什么东西吗 不是钱也不是地位 就是让你能够在这一辈子可以找到一个你可以好好一辈子保护的女人 我也不知道我上一辈子修了一个什么符 让我认识到你嫂子 而你上辈子修来的符呢 就是让你认识了小岁 我问你一句真心话啊 其实小岁的病有多严重 你到底知不知道 我知道 如果你真的知道 如果你真的知道 如果你接受她 这一辈子就不可以嫌弃她 也不可以抛弃她 这点你做得到吗 我向你保证 我会好好对小岁 在这个世上 没有人比我更在乎她 好 有你这句话呢 我今天 就正式地把小岁交给你 你是她这一辈子 爱的第一个男人 我也希望是最后一个 老板 干 来 拿着 嫂子 我不要 哎呀 我不要 小岁 我 我不要 拿着 这是我跟你哥 给你攒的嫁妆钱 别看你哥平时那么抠门 钱都存在这儿了 都让你找个好归宿 以后 拿着这钱 在人人面前腰杆也不吃 这些钱 你们自己留着用吧 傻丫头 这是娘家给你的钱 我们家小岁 对 你看看 那时候才这么高 现在呢 这大公娘啊 对啊 以前我这么看着你 现在 我这么看着你 坏 你身后来什么把握啊 一罐啤酒 一脑子教诲 你呢 我的嫁妆 你呢 我们 会幸福吧 会的 一定会 你在家呀 子天 这几天为什么你总是躲着我 没有啊 可能是工作太忙了吧 别胡思乱想 工作上的事你知道 说了你也不懂 我困了 我先睡 你答应过我会离开骑士的 你说过会带我去一个 没有人的地方隐居 我是说过 但是你知道 弟弟 现在不是时候 我有理想 而且现在离成功越来越近了 再等等好吗 我不能等了 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看完之后你就知道 我真的等不下去了 这是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孩子 子天 我们结婚吧 你给我看这个干什么 你是不是以为有了我的孩子 就可以把我牢牢地拴住 让我永远在你身边 白弟弟 你应该知道 你应该了解我 谢子天是什么样的人 我不可能因为一个孩子 就放弃我的理想 可是你答应过我的 事情是会变的 今天我会介绍一个很好的医生给你 尽快把孩子做掉 你说什么 如果没有听清楚 我可以再说一遍 尽快把孩子做掉 我真傻啊 其实在来之前 我已经想到可能会是这个结果了 可我还是来了 我抱着侥幸的心理我来了 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 我 谢子天我太了解你了 给向天比起来 你就是一个懦夫 因为你贪了 你越贪了你就怕得越多 你真可怜 你放心 这个孩子不会成为你的福财 siamo 从今天起 他也没有 感谢观看 小岁 孩子们从电视上 看见了文总参加天生幸运儿 都想祝福你们两个 我就让孩子们呀 提到这些签纸贺 谢谢 客气 这么漂亮啊 你们谁叠得最多呀 每个人都叠这么多 那每个人都有礼物吧 我要是能有这样一个女儿就好 走吧 当然会啦 那你叫我好不好 求你了 你就教教姐姐妈 好吧 谢谢教导 小岁姐 你的乐感也太差了吧 乱说 好歹我也是弹过四手连弹的人好不好 真的 那当然 是阿玉哥教你的吧 小岁姐 你这回找我来教你 没找阿玉哥 是不是想给他个惊喜呀 告诉你爸 我呢 就是我把这个歌学会 然后弹给他听 让他知道 在他很累 需要后盾的时候 我会一直站在他旁边的 是什么 后悔我 他不再找他 我一直想给你 坚持人 你 你 动手 不 把你 我们 有 没 我 我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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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